來自《星星的你》讓金秀賢爆紅 最近她和Miss A的成員秀智 攜手合作飾演一對戀人 兩個人在短短兩分多鐘的音樂劇裡 從相戀分手到複合 拍攝的花絮也曝光了 已經合作過的兩個人果然是螢幕情侶 私底下的互動親密自然 也引發討論 真的是全台風韓劇 台北國際自行車展 搶搭韓劇來自《星星的你》熱潮 不但有酷似千送一的女孩 騎著自行車出現在展場 還請民眾吃炸雞喝啤酒 引發不少粉絲的討論 對很多南韓人來說 今天可能有點失落 因為他們的國民華氏溜冰天后 金炎兒真的死會了 23歲的金炎兒被媒體拍到 和男友初雙入隊的甜蜜畫面 兩個人的互動宛如老夫老妻 而且金炎兒的男友也大有來頭 他是南韓國家冰球隊的選手 金炎中 索期冬奧雖然結束了 大陸的滑冰熱好像還在延燒 上海一間溜冰場這段時間的 來客人數大增 特別是很多家長帶著小朋友來學溜冰 因為這裡有很多教練過去都是 大陸級的大陸國家級的選手 退役後來教學 一對一的指導讓小朋友滑得很傾勁 請看記者魚翼衛友德來自上海的報導 現在最瘋狂的 巨人熱潮動畫席捲全台 今晚10點開播的 晉級的巨人一次播出3集 要讓粉絲看個過癮 另外演藝圈也搭上巨人風 一張張搞怪吃人的照片要挑戰您的創意 電影卡諾受邀成為大阪亞洲電影節的開幕片 為了表達重視 主辦單位是特別鋪上了紅地毯 現場不只有日本的粉絲假到歡迎 連世界拳雷打王王真志都到場站台 痛風真的是會要人命 常跟醫院的研究登上了國際期刊 研究發現痛風患者發生心肌梗塞的機率 比起一般人是高出了23% 尤其是20歲到44歲的青壯年痛風患者 心肌梗塞的機率更是增加6成 曾經封閉全球的比特幣最近崩盤 負面消息也不斷地傳出現 先是傳出上個月底一名比特幣網站的女執行長 疑似是壓力太大 在新加坡住處跳樓 現在根據美國新聞週刊的報導 創辦比特幣的工程師也終於曝光了 不過面對鏡頭她始終不願意承認 還不斷地阻擋鏡頭相當低調 現在有越來越多人會買咖啡膠囊機來泡咖啡 非常方便 不過這個代價可能不太便宜 根據外國媒體的報導 一般市面上的咖啡一杯才2.53元 但如果是一杯有品牌的咖啡膠囊 算一算最貴的一杯要17元 而且有專家說其實咖啡膠囊裡頭的咖啡粉 和一般集中咖啡的味道很像 成本最低的一顆才3.52元 今年1月 依能靜和小她10歲的大陸男演員秦浩傳出戀情 2月中旬在柏林影展還公開牽手走紅毯 手上還帶著對戒 依能靜下午回台彈坎而談 昇格當導演的依能靜說 感情的事會考慮很多也不想太高調 而過年她已經和秦浩到老家拜見過家人了 看來兩個人的戀情是相當穩定 張子儀接連兩天在香港電影評論學會 和香港導演協會拿下最佳女主角獎 目前為止她已經憑著電影一代宗師公二這個角色摘下了7個後座 而演藝成就大豐收的她今年也35歲了 她更在致詞時透露說自己最渴望的還是家庭 為了聲援受虐少女林一蓮、阿妹、納英、蔡建雅四位天后 將在4月20號舉辦公益演唱會 現在又有蔡依林和楊乃文兩位天后加入 預估這門票會被瞬間秒殺 讚泰集團董事長邱家雄上個月過世 她也是藝人侯佩岑口中最親愛的趴趴 因為邱家雄離開原配和侯佩岑的母親 林月雲在一起31年 不過告別世上侯佩岑和林月雲都沒有出現 被批評太絕情了 侯佩岑今天哽咽流淚 只說會用自己的方式紀念她 誰說芭比娃娃都是魔鬼身材 美國一名年輕的藝術家花了一年的時間 以美國少女的體型為樣板打造出肉感芭比 三圍是32 31 33要告訴大家平凡也可以很美麗 在前新年之後出生的小朋友可能對轉盤式電話相當陌生 美國一間製片公司就找來一群5歲到13歲的小朋友 記錄他們第一次看到轉盤式電話的反應非常有趣 厲害的音樂指揮家通常都很資深 但在吉爾吉斯有一名女童才3歲就會指揮 別以為她只是隨便指一指喔 她不但會隨著節奏擺動身體表情還會跟著音樂做變化 超厲害的技術被封為是神童指揮家 美國一名患有亞斯伯格症的男童到華盛頓動物園玩 平時不愛和人相處的她和海獅玩得不亦樂乎 這名7歲的男童甚至還大喊這是她人生中最快樂的時光 她的父母親也表示亞斯伯格症讓兒子覺得常常被孤立 這次和海獅做起朋友讓他們看了非常欣慰 影片上傳後也感動了上萬名網友 司徒和奧斯卡獎擦身而過的李奧納多一張眼眶含淚的照片 不久前才被網友哭搜 現在又出現了一張戴著頭盔在烏克蘭異級戰區的照片 但原來只是基斯里奧納多的明星臉路人 而奪下小金人獎的馬修麥康納也將在4月14號電影獎 再度和她一起角逐最佳男主角 台中一名黃姓男子去年年底登山失蹤 不過一直到前幾天發現遺體後 家人才在她身上找到了遺書寫著自己在平安夜無法再等下去了 讓家屬相當悲痛也認為救難人員的搜救速度太緩慢了 知名華人藝術家徐斌2005年推出穆林森計畫 用繪畫來恢復地球的森林 這個計畫從非洲肯亞擴及到全球各地 2013年徐斌來到屏東指導當地的學童 使用他發明的新文字繪畫 而且這畫作出售的所得全都用來拯救地球的森林 穆林森計畫週日起將在時播間觀展出 請看中式新聞獨家報導 想要賞鷹不必人擠人 在台北木柵山上的老泉裡 有1000豬幾野鷹已經開了七八成 10天之內都是最佳的美景 而當然來到木柵也要嘗一嘗在地的料理 花茶融入炒飯、中捲等傳統料理 清香提味 東京一位手藝高超的廚師能做出只有米粒大小的臥壽司 13年的刀工和手藝造就完美的藝術料理 新聞最後帶您一快看看 感謝您這個禮拜的收看 祝您有一個愉快的週末 我是周婷雨 我們晚安 再會